送上来的菜式就是这个黄扇煲仔饭 它应该是煮好了放进去的 就是为了这个泥也值得吧 也值得 你多一两味小菜 就差不多像我们今晚那样 黄扇鸡肉很肥肥 当你搅拌完它之后 你一吃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搅拌住它 我还有一些豆豉 更香 有姜葱蒜 一条鸡肉多大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又是国庆祭假期 不知第几天 我记得今天是10月3日 应该是第五天 我现在所在位置又是西门口 就是上次看灯笼的位置 今天又是跟老婆出来拍摄 我们会去光孝寺 因为我现在去光孝寺 去完光孝寺之后 我们会穿过百灵路 再回到月秀公园 跟女儿吃晚饭 早几天我们经过已经是蠢蠢欲动 想吃了 今天有多多人 可惜女儿现在在公园前看漫画 没有办法 有鸡蛋仔 又有牛杂 这个还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看不到 哦 碗仔翅 要不然我们怕天黑 真的可以吃一份 还有个英俊在拍照 那些年轻人最喜欢这些 如果这档东西 可以在北京路 上下九那些 要派丑都可以 卖五元一张票 现在年轻人懂得吃了很多 还有对面那个和平馆 都是我们一直想吃的 其实这条街 是很多食物的 甚至乎这些新开的 你看见鸡煲 都可以考虑的 还有一个基督教光效堂 这条路是有基督教 又有前边佛教 是比较习国家之大成的 但是说到吃东西 还有腸粉 这里也很出名的 就是这个铜泰肠粉的分店 你看那只猫看着打印机 看到那只猫 走了 跳下来了 好了 废话小光 我们继续走 其实前边已经是光孝子 有观众如果想回到这里 看看关于这些历史的建筑物 又或者旗下幅的话 其实都是在西门口地铁集 出来最方便 第一个就是前边的光孝寺 另外一个还有 往右转过去的陆庸寺 也是有的 那里比较近 中山陆路 至于面前这里写着朝天小学 但其实是春校 众所周知 这里不是朝天路 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这样的 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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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里因为光孝寺 是不能够有明火点香的 所以这里也有很多商户 应运而生 就出一种服务 就是在这条人行道上 帮你祈福 总之我只能说到这样 有些东西不敢说到那么尽 这里也有很多好东西 包括对面的淳德塞 又或者镜头后方的 现在未开始排队的 醉醉布 再来我这个水果店 还在买灯笼 不过现在和之前比 当然没有那么多人来买 面前这些 就是我先由所说的 在足售行旁边 那些 帮别人烧衣 化衣 那些店铺 是的 我见过 如果遇到初一十五 或者大事大志 会有很多人在 应该怎么说呢 叫你打赏钱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又或者对面 邓品王 都是很值得一试的 这条街 就真是广州其中一条 比较老城区的地方 又有寺廟 又有美食 你看上面的树木 就知道了 或者大家看看这些屋 保城里 光效路保城里那些屋 民国封得很厉害 甚至乎快餐店 都是都城这些比较古旧的 有一次很久之前 大概两三年前 我见到有个依依 那时应该是直播的 刚刚经过 然后见到个依依 可能好像猫仔 走了 腰折了 专程拿来这里 这里来摆下 而且一路走 大家都见到很多 邀请你 叫你 去算命 走过 现在这个时段 已经是 下午的5点18分 光效址 开放时间 是从早上8点半 到傍晚的4点半 进去不需要 预先预约很多 或者付费 但可能要手机数码 有工作人员会协助你 现在当然已经关门了 镜头一转 我们便过来静围路了 这里亦跟先后差不多 亦有很多一些 卖佛局的地方 又有餐厅 但这边会少些 如果说到要喝喝吃吃吃 一定是过去白铃路 又或者回到海珠中路 那边 那边就多些食物 又或者如果喜欢 看古旧的建筑物 回到维吉西也可以 而且还有一个 远近时名的陶街 大家看看对面 是否有一个圆通工艺超市 圆通不是快计的圆通 亦是买佛具 佛像 再走前一点 是否有个香糖 又是买烧香 至于面前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 正位体校 现在已经合併了 叫知用中学 正式式的知用中学 其实在前面走过去 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然后应该是转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正位路正在走的时候 你都可以闻到 那些烧香的味道 它是很独有的味道 甚至乎 还有素食专门店 不知道大家能否发现 这里有很多猫咪 这里又有一只 又是白色的 不知刚刚才能否看到 看来对德国车很有信心 如果我那部车车 便不知如何收货 原始我对德国车没什么兴趣 我都駕过德国车 他全身不聚在 但现在很有信心 顺便又看看楼价 仓前大厦 不知道在哪裏 79平方米 259万 海珠北路 44平方米 126万 4万多元 走了 看不到 早几集 我们和大家去游客区 游客区 当然是人头涌涌 来到住宅区 大家看到老城区 平时做生意 但不是做游客生意的地方 大家看看 像不像过年 我在社交媒体看到 有些北京博主 他都说 这几天北京好像过年 那样 除了游客区 今晚我们都会去 越秀公园 说不定越秀公园 都很容易闹 有没有花灯 不知道 我们又来到海珠北路 继续往前行 就是 会去到 盆福纳交 大概那个方向 我们会穿过盆福纳交 至于在这里 先头也都说过 这些人不是卖游客的东西 有店铺开门 但不多 都是那些 整冷气机 那些店铺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 其实都已经 夏天逐渐过去 整冷气机 这一项工作 就不用那么频繁 如果刚刚开始 那时 他们是很多生意 过了那几天 过了几天 就不用了 老婆说的 不用每个挂国旗 不是的 他们 国庆祠是要挂的 街上是会出来问的 为什么不挂的 是这样的 是啊 是啊 不知道大家刚才 看到那棵树上哪些快递件 之前我一次直播 有观众问 其实当时我真的不认识 他说 这些店铺有生意吗 不见有客户 其实是这样的 他其实已经在网上 发了他们 有什么配件 又或者他原先有 那些客户 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好像我这些 我不用整冷气机的 我当然不需要 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 但如果你是一个 冷气维修工人 你有他们的资料 你可以发上去 起码不要说全国 大湾区都发过去 可以维修 买配点便宜很多 便宜是其中一个 齐处 亦都很重要 大家看看对面 有写着隔壁 有写着很多牌子 我看到有什么 很多的 都可以维修 还可以维修 ape来 像我们一样 注射 对面 有春的 我穿得 有温馆 散发 我听到 骨髓 你 是 始终是节假日 我们来到试一医院门口 没有人 平时我们经过 我们不是来医院 平时在这里 塞管车 一到早上 总之是繁忙时间 工作时间 无论是住院部也好 急诊也好 现在没有人 的士的停门 镜头正前方 一路走过去 就是东风西路 再觊过一点 前面就已经是 中国银行的总行 再过去对面 已经是 盆覆路 经过少少一段步行 我们终于来到盆覆路 其实是很近的 在这里最近一个地铁站 往前走的月秀公园地铁站 也是我们今晚吃饭的地方 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先行我们经过 都走得挺远的西门口地铁站 这边就不属于游客区域 肯定跟先来一样 都是比较正局 不过这边又有很多餐厅 前面有几间好像还有米芝联 盆覆路这边对比先头 我们经过的 比如说静迷路 百灵路那些 多一些高楼大厦的住宅 当然也没有有旧那些 至于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停车费这边是1200元吗 停车费这边是1200元吗 那不贵 不贵吗 不贵 广州月秀区1200元是很低的 起码都是1300元 1200元是算低的 不可能会低得到4位数 看看哪里 烂地那些 没得这么算 这里又有个炎黄鸡 但好像这一行餐厅少一点 前面有一个餐厅 大概两个月之前曾经来过一次 当时就是前面吃鸡 所以又去市场 市场 不知为什么 比较冷静 可能早上早已立 我们当日来是傍晚 至于这里 东风西路小学 就绝对不是总校 这个也是合併那些 今天我们足足见到 三家合併的学校 再来这里是Sams Club 那些配送点 我们家附近也有一个 落了单 它很快可以送得到来的 就是这么大 紫色3D哥哥 这里又有个餐厅 早五晚饭吃茶市直落 我们最喜欢这些 今天应该是没有特价了吧 点心看不到多少钱 19元一个菜 是吧 这条街都竞争很大的 这条短短的盆覆路 客家菜36元是煎豆腐的 早茶7点到 下午2点万事又有 好 下次试试 这里说老城区又没有花架 因为再要走一点点 就已经是应原宫的 三原宫 应原路三原宫 看看上面的树木 这里已经不算夸张了 再往前走一点转左 就可以去得到 中国大酒店 如果各位来自香港的观众 回到来 其中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在中国大酒店下车 因为之前也都说过了 不会说人多车多下车 因为它在酒店里面 不可能有电动自行车 冲出来 行力多 打的士 去你上去的地方 其实这个方案都是不错的 甚至乎 在附近住 中酒 中国大酒店 东方斌馆 中国大酒店我会推荐一点 然后可以过来这边吃东西 这里又是一条 直直无明 不算很出名 你说跟西华路那些比 都很多餐厅 第一对面 东村饭局 即是吃斩料饭 碟头饭 挺好的 再来前面 竟然还有一个酒店 我不知道多少钱 再来旁边 新泰洛 还有新泰洛 然后一说到新泰洛 老婆又忽然盛起 她觉得应该是要吃新泰洛 今晚是不去吃 月秀公园里面的粥食 没什么所谓 其实我想吃新泛洛很久 接着我们又见过这部消防车 好像刚才见过 我们说一些食物 新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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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好的餐厅 再走前一点 还有食鸡专门店 只这三间都已经够了 对不对 这里还有酒店 让我测试酒店多少钱 这个就是酒店 便宜 大家看不到多少钱 我看不到 436元 这么舒服的环境 我说最便宜的 还有一个埋着房 埋着房的意思是 不过埋着房 你可以打一万埋着 308元 最便宜的是 这是商人厂没有早餐的 436元 再来因为现在是节假日 所以价格比较贵 如果去到10月9日 即是非节假日 我们现在是新泛洛 我们今天就来这个新泛洛 很厉害 2018到2022年 续六年 米芝年推荐 这个也算是1983年开业至今 考手黄线煲 是应该要吃的 它有分两个餐牌 这个是没有图片的 应该不看这个了 我们等老婆看完之后 很多东西吃 又来眼花聊天独餐牌时间 新泰洛 我想来很久了 揭开和线头看到的 那些就差不多了 来到这里 一定要吃黄线的 这个招牌菜 考手黄线煲 即是雅煲上的黄线 108元 例如米芝年 戒指不定 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 爽扇片 这些是没有清淡一点 我的理解是爽脆一点的 再来还有沙姜炒 又或者麻辣炒 善丝 全部都是108元 这个如果要吃 我比较喜欢这个 118元 这些是爽扇 还有叉烧 又或者煲仔饭 煲仔饭应该会叫一个 我未跟老婆商量不吃什么 但煲仔饭应该都不会不吃 应该这么说 什么都不叫都行 煲仔饭 一定要叫 叉烧这些就不叫了 它是这种 好像家庭制的叉烧 不是说烧到 麦芽糖汁那种 蜜汁那种 还有汤 又或者黄扇羹 22元 如果怕人太少 可以叫一份 甚至大疗心也有 又或者泰汁蝦也有 这些就不叫了 为什么会有这些蝦呢 其实以前他们是做宵夜菜的 当然会有这些 还有鮑鱼炆鸡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早几天吃的鮑鱼炆鸡是多少钱 这里是108元一例 这本餐牌主要是 一些比较贵价的菜式 例如 鲍汁柚皮扣鲍鱼 或者鲍鱼清炆鸡 238元 这个就稍微贵一点 肉排炆鸡 288元 接下来 鸡我们可能会叫一份 葱油白切鸡 78元半只 米酒鸡 这里也是他们的招牌菜 除此之外 当然会有海鲜 比如说这些 比较新派的 適合游客吃的蝦 这些蝦够新派 炸豆腐大虾 68元 这个是一股大肠炒鸣蝦 大肠炒鸣蝦 100元 这些是游客最爱的 又或者香葱芥辣鸣蝦 这个我都会喜欢 这个不够新派 这个更新派 用蜜桃去做 京都酱做大虾 后面有水鱼 水鱼都不体了 这个很厉害 一窩过 什么都有 又或者黑椒焗 波士顿龙鸭 788元一只 这些足够排场 当然乳鸡也会有 42元一只 另外 那些姐姐会推介你喝一杯 先后我们坐下 姐姐会推介我们 我们要一个足够水 我们就拿来给女儿试试 一瓶 其实都挺大 今天我们分配坐这个偏厅 暂时客人不算太多 座位都算阔落的 游客居多 老广就不多了 老广不会选择今天来吃的 正式点餐 看看有什么吃 首先这个就是必点 黄饲饭 不是很贵 53元一例 这个是必点的 这个其实才是正式的餐牌 但上面没有图片 我们又考虑过 马刚鵝的 98元一例 先带着购物车 乳鸡同时 当然会有一些小菜 沙姜焗猪 鸡翼 排泄鳳爪 这些反而是贵一点 还有这个 黑椒烧鵝 黑椒烧鵝 大家记住 黑椒烧鸡 我们不会叫这些 88元 反而叫鸡 蔥油淋鸡 78元半只 不吃鸡 早几天我们吃得太多了 或者沙姜猪手 不得了 竟然还有刺身冰盘 鵝肝36元一位 大头虾 刚才见过 泰纸大头虾 60元生 至于梳菜方面 我们会有煲腩大白菜 这些这么多字 我不慢慢细读了 核心也是刚才那个 有图片的餐牌 我们会再叫多一个 遮掌煲的 有很多选择 会叫 沙姜 豆酱 沙姜 排骨椒 吊筒 70元 又或者女儿肯定喜欢吃这个 但我不喜欢吃的 牛蛙明虾 又或者是铁板豪仔 这一排不好吃了 我都是倾向叫这个 又或者西兰花炒吊筒仔 这个又可以考虑 不过刚才我们叫了菜 对呀 鱿鱼蒜 鱿鱼送上来的菜式 就是这个 红扇煲仔饭 它应该是煮好了 放进去的 还有那些黄扇 不同 我们去台山吃的那种 骨椒肯定要拆 它是一片片的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是炒饭的 嗯 然后你说正不正宗 新泰洛 你说不正宗 都做了很多年 对呀 很多黄扇 对呀 份量多少 58元又抵 不算贵 对呀 真的不算贵 其他你说贵不贵 就让人见智 但这个呢 性价比高 我们曾经在台山吃的 六七十元 七八十元都敢收你 从来没听过 三十多元煲 有三十多元 我之前有 也有吗 清理饭 哦 吸了一人一碗 目测起码都一人有两碗 大家看看下面 这里还有这样的份量 现在不是冬天 没什么所谓 如果冬天 其实吸着它 保温挺好的 这里食红扇 当然是出名 再给大家看这些饭粒 第二样的 不是说 吃下去 最大的不同 跟我们以往吃过的 它多了一些芫茜葱的味 例如葱 它肯定是 差不多相当时才扔下去 我多不懂都知道 饭粒是够爽口的 而且还有柠檬叶 还有柠檬叶 切丝 不知道是否 不止大家喜欢 这种的黄扇饭 这种是切丝那种 这种好像在吃那种 叫做 叫做 鰻圆那种感觉 相对我们在台山吃到的 它是清淡一点的 黄扇 因为台山那些 有可能会下一些黄扇血 这种应该是没这么做的 老婆在说解 不算太油腻 我也很认为这个说法 我开始吃到有少少饭粥 我决定 真的不像我们平时出去 什么漫天煲底饭 吃到那种这么容易刮到饭粥 都有 煮好一煲之后再拌 是 它是煮好一煲饭 然后挖出来再拌 它就不会加太多油 那种 令到它黏着底 但是呢 一样都吃到饭粥 会很脆的 就是为了这个泥粥底 很划算 很划算 你叫多一两味小菜 就差不多 好像我们今晚那样 黄扇 淡淡肉 很肥味 最初我们打算进去 竹城那里 吃那些烧烤的 我想想一下 刚好见门口 重点呢 是有位置 是啊 再硬一点就没有位置 平时都很难等那位置 可能 可能游客又不太懂 本地老街坊又出了 就玩了 我猜不懂 老婆又在说上次珠江新城 上次我们珠江新城 都想叫煲仔饭 辣味煲仔饭 是这样一碗的 在这个时候 这个田鸡排骨煲又送过来 老婆就在这儿猛烤底 哇 身材实料 没有花架 而且一定要烤 否则 它就会焦了 好像这里已经焦了一点 很少了 同时这个鬼马骨又来 又是烤的煲骨 它是用油炸鬼包住骨 但它的煲也是加烤的 煲也加烤的 我想除了那个汤以外 煲腩菜之外 它全部都是煲仔菜 接下来试下这个田鸡排骨煲 先试一段排骨 再来试一段田鸡 应该是很热的 它刚刚拿这个煲仔炸起的 哇 这个呢 当你搅拌完它之后呢 你一吃的过程中 要不停地搅拌住它 我还有一些豆豉 那么就更烤得更香 对哦 有姜葱蒜 那田鸡肉多大 你看 试试一碗牛骨 嗯 嗯 大骨挺好吃的 有豆腐味 它不是醃得很厉害那种 这个挺好 大骨 它的调味 不会因为是一个煲仔菜 搞到很浓利 还有我们很广府的味道 还有这个 现在那些外省人 譬如很喜欢那些 辣的全部浸住的田鸡 失去了那些鲜味 都是我们广东人 或者我 自己习惯了 这样吃得适合 对啊 这样才吃到田鸡的鲜味 对啊 对啊 吃那些 酸菜鱼 最后才是我今天看新闻 说那些 可能疫情的原因 少了很多人 吃酸菜鱼 那些 酸菜鱼的生意 差了很多 哇 最后我们以为 很清淡的白菜煲菜 还有摆盘的 有些烧肉 应该是干尿柱 虾米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还在滚 今晚我们吃的东西 全部都是煲仔菜 哇 哇 肉够乱滑 不是死死没没的 现在田鸡不同 以前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敢吃田鸡 因为始终它是 在田里面吃益重 现在 全部都是自养的 嗯 没有野生 没有野生 那些 那些 野生 我说以前吃过 肉是紧实一点的 现在就容易掉下来的 当然 不要吃野生 这个椒煲 有点吃起身 好像我们上次在方村吃到 鸡煲的那种 煎焦了的那种感觉 这个真的好 这个我最喜欢 它的调味又没有上次那么油腻 接下来试这个 还有他们这里是有功快的 但是其实 我们和家人没所谓 这个是我后期再加的 原先打算叫三味送 哪些够 我加的 又是有排骨的 这道菜的名字 就叫鬼马山楂焗骨 最初我都以为 我们打算叫过 咕噜骨的 咕噜肉的 我们一问 是不是肥猪肉里面 是 那就不错了 又没有果汁猪扒 就看见这个 这个开胃 它原来是这样的 这个是油炸鬼 我最初以为油炸鬼里面包着油骨 而不是 是骨还骨 油炸鬼 油炸鬼是嗦味 骨是负责给人吃的 油炸鬼还是脆的 嗯 嗯 来尝试 看上边脆了 这里的排骨酸酸甜甜 这里的排骨香肉 吃到鹽味 至于老婆现在在挖上饭椒 我是咬着那种脆的 很香弄的 有点像炸排骨的感觉 老婆在处理饭椒 我们想过 我先吃了一碗饭 饭量够多,不算饭脚一人有两碗 这是终极炒饭 通常炒饭和煲仔饭的东西吃到月后才好吃 接下来就试一下煲腩白菜,好热 我猜的,因为做烧野菜,可能有些还走鬼 你说是否真的为了风味用煲仔上 最初不是都不出奇,是为了保温 做一下吧,用煲仔上,客人又喜欢 又味道又好,久而久之就变成用煲仔菜 所以连汤都是煲仔上的 我刚才看到旁边桌,只有烧鵝不是煲仔上的 试试这件 两个排骨,我比较喜欢这个 这个排骨很适合 这个已经试过了,汤底可能有这么多配料 咸一点,不能喝的,喝了也很辛苦 白菜足够的味道 有很多汤汁的味道 因为有很多干鱼薯 有很多干鱼薯 老婆在说,有什么叫煲仔 它应该是煲仔煲了很久 不像 不烤就 不烤就黄 不烤就黄 一烤就黄,即快滚 最终以炮饭椒作为一个结束 我吃光了 你吃光了 你吃光了 浸到麦香,其实真的不太漂亮 但很好吃 你会觉得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没有吃过 我小时候就说,这些吃一个 因为我们以前用的鱼薯 来煮饭吃 先头,我们一坐下的时候 老婆已经不停说 现在的饭是没有饭椒的 我记得小时候有很多饭椒 我记得也是 现在的饭煲是炎会有饭椒的 有的,不是那种味道 嗯,很怀念这种 因为小时候分几种 第一个是鱼薯 第二个是鱼薯 第二个是鱼薯 鱼薯 鱼薯会有少少饭椒 嗯,但味道不同 嗯 接着再煮多一块 排骨 浸淋了,真的不同 偶尔会咬到一块脆 再加上排骨 焦了边的排骨 我们吃饭 最终埋单是237元 有极少量打包的排骨 吃不完 是好吃的 我们不是因为米芝莲才来 以前老婆更多 她经常在她旧店里吃 至于我少些 来了两三次 但如果说到现在最火爆 就是这家 新闻记 大家看看后面 没错 甚至对面 对面那家不是米芝莲 是吃鱼生的 还有前面 吃鸡专门店 也是有的 老婆就说 记得以前好像叫泰洛 后来变成新泰洛 究竟哪个新 哪个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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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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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酒店还可以吃鸡专门店的清远鸡 我们也吃过真的挺好的 甚至连这些水果店也有 这个水果店连锁市经营的东西是很便宜的 我们过来马路对面 因为在月秀山脚 所以感觉到空气特别清新 面前这里是解放北纳郊 解放北纳郊 应该是大北纳郊 总之一路过去就回到桂花岗的方向 我们会在前面 进入月秀公园门口 看一看 当是吃饱饭散下暴 所以各位观众 如果回到这边游玩附近 这一区就够安静 去北京路由不会太远 刚才我们坐下了无奈 去到大约27宗门口 就打电话给女儿 她在公园前 过来我们坐下 餐牌未读完 她已经到了 是挺方便的 你住公园前也可以 住在中国大酒店也可以 古有说不好的 就是如果你过来这边 解放北路的这边 你要过去对面马路 是比较麻烦的 就仅此而言 如果我们这些广州人 从小到大 习惯了 其实就知道应该怎么过 或者你可以走下边地铁站 过去 不过地铁站也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面 吃费用海浅 吃费用海浅 去做味道 就在奥匙里面 吃费用海浅 我会不吃费用海浅 吃费用海浅 吃费用海浅 我们终于来到中国大酒店的对面了 看见挺满座的 许可入住的机构 现在假期啊 当然住好一点就住在中国大酒店 不会贵的 这不是不便宜的 刚才看到的吃饭隔壁五百多元 中酒起码八百元 我猜八百元都要的 中酒 过我们一辈除了白天外和花园 最好 東風賓館是接待領導的 真的就是這三家 當然是花園走用白天鵝最好的 接著我覺得已經是中酒了 以前媽媽教了我們那輩子 自己最好不要一個人不走這裏 因為當時的治安不是現在這樣 而且又骯髒 前邊那幾個位置的洗手間 很精彩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 有幸來過一次 現在也是有洗手間 但跟以前比相差很遠 現在乾淨了很多 如果要去桂花江 在這裏坐巴士便可 我曾經有 讀小學時 在三元美住 每天都要經過這裏 非常熟悉 至於我們為了吃飽飽來這裏 看看有沒有燈飾 記者有就走 沒有都走 這裏排隊做什麽 應該是乘坐那些余約巴士 例如白雲區 某些地方 他們已經預訂了車 很多人 大家看看 不過燈飾應該沒有 和文化公園比這裏 應該都證實到 如果是有的話 門口也有很多人 我們純粹過來 減肥燒 有一個燈 有一個燈 都有一個燈 再跟大家科報一下 包括我們上次去的文化公園 和今天 現在來的這個 月秀公園 都是屬於市政的公園 是不需要額外付費的 但是當然 你都是要遵守 他們公園的規定 我們去前面看燈 就是中間有隻 好像貓那樣的兔子 的燈飾 總比沒有好 但如果你說 一拿出來 和文化公園比 那就真是大相敬佩 文化公園 是不用著燈 都照到光亮的 我們拍攝都是 不用打燈都光亮的 這裏就 小朋友 你看不見他的樣子 是看不到的 好了 今集影片也都到此為止 我們也是時候回家 接下來幾天 我們都會留在市區 是不會再出去的 有想過去南沙 今早一看黃色暴雨 那又去不成了 再往後幾天 因為已經是 有回流的人 和打颱風 最主要是打颱風 所以都不成行 都不出行 各位觀眾 下集見 幫忙分享這條影片 給你的朋友看 又或者幫我點個like 下集見 拜拜 小朋友 請 多醜 黑 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